10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陪同下,深入社区、医院、疾控中心,了解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习近平首先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安甄街道安华里社区,了解基层一线疫情联防联控情况。 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疫情防控指挥部,习近平听取了安甄街道和安华里社区开展联防联控情况介绍。 习近平对社区采取多项措施,落实防控责任,实现入户排查、重点群体监控、两个全覆盖等做法表示肯定。 他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 把社区制导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 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要以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来检验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社区居民发动起来,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女生 resistentiment。 sido吗 ? 很高兴肯定虐,赶紧大线! 一定能打赢 祝你们能够一旦 身体健康 自今年1月12号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毯医院 开始承担新冠肺炎患者的 救治 筛查 隔离工作 收治了北京市第一例确诊病例 习近平来到地毯医院 门诊楼一层运行监控中心 通过监控画面 查看患者住院诊疗情况 并视频连线 正在病房值班的医务人员 鼓励他们继续完善诊疗方案 继续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并叮嘱他们做好自我防护 信心百倍的打好这一场 足迹战 总体战 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 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 一定会胜利的 习近平十分牵挂湖北和武汉的疫情 在地毯医院远程诊疗中心 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武汉市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毯医院 协和医院火神山医院 向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干部职工和人民解放军职战员 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和建议 他强调 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响应党的号召 一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顽强拼搏日夜奋战 展现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风貌 在这里呢 我代表党中央 向你们 也向全国在抗击 疫情战斗中的医护工作者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他指出 现在疫情防控 正处于胶着对垒状态 广大医务工作者 一定要坚持下去 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发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 随后 习近平在远程诊疗中心 主持召开视频会议 听取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分别代表中央指导组 湖北指挥部所做的汇报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 向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致以诚挚的问候 表示衷心的感谢 离开地毯医院 习近平来到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 听取朝阳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介绍 习近平指出 这场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 是一次大考 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 也暴露出许多不足 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 加强各级防控人才 科研力量 立法等建设 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 在疾控中心会议室 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 听取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北京作为首都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责任重大 绝不能有丝毫松懈 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字幕提供 を 有点 得比 cis 2 2 2